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只喜欢曾一是曾一的尾粉 然后你知道曾一的尾粉 去找喜欢曾一的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曾一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他永远不工作 前一时间我在马路边上喝酒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至少 赫拉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塞诗人了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机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啊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一会儿李丹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来家呀 太早了 看着拍灯点有点多 都无灯可拍的 李丹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站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都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震想害刀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 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购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得及 赶好应该是走了 赶好应该是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毕业 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他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他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间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压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20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裂的事 但是怎么样了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狼 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着演员回来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哦 你们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的 我们这儿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啊 我觉得我跟掌壕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 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码 还是在指上骂怀 哇 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好 这个好 你抢马怀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呢 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乘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哧坑哧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薅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谜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势风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这别末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走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说的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张好哲 小眼睛的又来了 职场嘛 眼睛小也要随领导 我今天聊职场 我的职场之路开始得很隆重 因为我入职第一天赶上了公司年会 第一次参加年会给我震撼到了 全是不能称之为才艺的才艺 我目睹了几个胖胖的男同事 穿着裙子跳孔雀舞 我说怪怪这世界上哪有这么肥的裙子 领导至此还说年会能提高凝聚力 当然了 因为一起丢过人 我很后怕 我这个身段但凡早来两天 那个开屏的就是我 我就在想 领导让员工在年会上表演节目 父母让孩子在饭桌上表演节目 是不是人一旦掌握了权力 就会喜欢看别人表演节目 什么就考虑吃饭呢 你也可以不演 这边下去也可以 那可不敢 这里完全没有讽刺李淡老师的意思 他觉得有这个喜剧的鉴赏能力 我本以为年会跟我没啥关系 万万没想到 抽奖一等奖抽出了我的名字 同事都懵了 这孙子哪来的 这孙子不会是领导的孙子吧 我也懵了 羞答答的上去领奖 这时领导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对我说 过去的一年辛苦你了 没为公司挣一分钱的我 拿着崭新的iPad Pro 我赶紧说 我今后一定努力工作 但满脑子想的是 我要不直接辞职吧 这家公司我已经挣够了 但是我不能辞职 我参加过年会 是个有凝聚力的人 况且过一天 公司团结还有免费旅游 旅游嘛就是放松 对吧 放下社会上的种种压力 结果公司去了158个人 这不是放下社会 只把社会带上了 你拽不开我 就发主拍了 食堂阿姨都去了 这是连社会保障都带上了 到了那个度假村 我想去酒吧喝点小酒 结果一进去 全是同事 朋友们 如果一个地方 同事的含量超过了60% 那不管这个地方 之前是干什么的 他现在就是职场了 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比较 我踏进酒吧的一瞬间 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因为我看到吧台那里 已经有几个大哥在做PPT了 说真的 我之前打死都不会想到 酒吧里居然会出现 PowerPump这种脏东西 你说这时候 要是有个初中生 一脸憧憬的进来 得多幻灭呀 成年人的快乐 就是动画效果和艺术字体呀 早知道跟电脑课一样 我就穿鞋套进来了 这是哪年代的电脑 大家为什么会知道鞋套 压力太大了 这次这个主题叫做 不上班行不行 我的感觉是 只工作行不行 因为工作不难 难的是工作以外的人情世故 我以前什么乱七八糟的 表情包都发 什么什么亚洲舞王 赵四尔嘴角抽搐 黑人一头问号 我是有让我帮他拿个外卖 我都会回他一个歌神张学友 小嘴一决 压死了雷 都是这种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回不去了 我的表情包里 新加入了从严肃到活泼 六种不同风格的OK 虚公和磕头 两种不同姿势的新鲜老板 我一个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的商量大汉 回微信可温柔了 会议记录做一下 嗯 好大 还不给灯呀 波浪线玫瑰 压力太大了 为了缓解压力 我开始玩脱口秀 现在又加入了笑狗文化 这个和谐有爱的大家庭 哎呀 它压力更大了 笑狗文化是个什么地方啊 朋友们 这是每年夏天 都有个新王登基的地方 好大感觉了 那在你身边呢 都不是同事呢 一个个都是王储 我现在看着忽兰 杨丽 周其默 这几个大阿恶 摩拳擦掌 公动戏 担不许 担不许 就特别能理解 皇上驾崩的时候 那帮太监的心情 就这么多新主子 我该伺候谁呢 所以这次这个拖口秀年会 我没想过登基 也没想过拿一等奖 就让大家知道 这孙子叫张浩哲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你好 大家好 我是Kiss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一天班都没上过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所以我以前 我现在今天看到 曾亿老师 我真的感到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好rapper 最起码我们遵纪手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 就是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普通女装那一层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 录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 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 拖了一个小拖车的 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 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小伙子 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 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卖 怎么活得下去 他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他就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 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 我死了没有 要有一天 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过来说 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吃外卖 吃死的呀 他就是 要不然这个租房 那堵死的 也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 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 很困扰我 这两年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 发现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 一个女同事 她说 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 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这张脸上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 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 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接堂课 氛围两个部分 氛围两个部分 这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投球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 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 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 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 三十出头吧 我当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呢 娱乐圈水深呢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素未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才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那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子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没有经过 这么一天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全上海 到底有没有一个人 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 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小拖车的 上海老阿姨 上车之后 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小伙子你开这个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的 这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哦呀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OK的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郭志豪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职场 我真是太讨厌职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人 一进入职场 他的废话就变得特别的多 你们看过公司的微信群吗 只要领导在里面发一条消息 或者发一个链接 下面就一堆废话 是吧 领导发一个链接 上面 收到 鲜花 大拇指 拥抱 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嘿哈 有病 这帮人发废话的速度太快了 我怀疑这帮人 根本就没有仔细看过 领导发那个链接 他都没有点进去 我特别害怕 有一天 领导在群里发一个 家里亲人得癌症的水滴筹 下面一群人打拇指 嘿哈 我现在也是职场的老油条了 领导发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看 现在群里只要一有人发大拇指 我就跟两个大拇指 我就管上 后头发三个大拇指 打你 整个公司没有人说真话 人人都在发大拇指 这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 令人发指 我讨厌职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的工作废话也特别的多 我之前的工作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主持一档家喻户响的节目 电视购物 有朋友看过电视购物的吗 有 现在来一些老年的朋友吧 电视购物废话太多了 我每天就要产品 我说无数句的废话 什么灵浙堂 无天加 非而不逆有回甘 现在看到尺度就入口即化 看到喝到我就欠人心脾 你知道吗 有一次卖冰淇淋 我一上台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入口即化 领导一听都懵了 我说好 你在那扯什么蛋了 跟那儿 冰淇淋它不入口也化呀 化在嘴里什么感觉 快来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说化在嘴里 化在嘴里 欠人心脾 可以可以可以 当然其实我也不喜欢说这些老词 是吧 我也要说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形容词 是吧 比如哇 这个冰淇淋真的是 绝绝子 YYDS 但是不行 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什么都卖 哪天我们卖个圣宝片 是吧 您吃完这个 保证您绝绝子 因为节目受众的原因呢 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年轻的女孩了 我身边都是一些六七十岁的阿姨 那段时间年轻的女生对我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我真想做中老年妇女心中的李佳琪 但李佳琪那一套是没有办法让阿姨们下单的 是吧 比如李佳琪会说什么 李佳琪会说 Oh my God 是吧 我就不能用 因为阿姨听不懂 我就给翻译了一下 每一次我想表达感叹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得给你啊嘞 我的个亲娘 李佳琪好像说宝宝们宝宝们我也不信 我的宝宝都快四世同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李佳琪是Oh my God 我的宝宝们 我得给你啊嘞 我的老baby 可能我朋友会纳闷 为什么电视歌舞都动得浮夸 很简单 卖不出去商品 我们就只能开始演小品 其中一次我们卖了个眼霜 号称一次体拉面容瞬间紧直 皱纹立刻消失 为了证明真实性呢 我们请看了一位青春亮丽的模特 这个模特呢 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 我大胆在旁边 来朋友们看一下啊 阿姨脸上这不是有皱纹吗 我们只要用这个眼霜啊 轻轻地这么一提拉 这个阿姨瞬间心领神会 我当时想或者穿剧变脸了 就是 然后我发现不对啊 就算你眼睛瞪得再大 你也会累啊 是吧 那怎么能保持得这么持久呢 李佳琪就摸了一下 我发现她抹的根本就不是眼霜 她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在阿姨脸上抹了半瓶胶水 我说那你这谁提拉 谁紧致啊 是吧 杀皮狗一提拉 柴犬 是吧 呦呦呦 曾义一提拉 曾义可 是吧 你也得尾巴溜下来 是吧 但总说那我也想提拉一下 来 你但一提拉 不提也罢 节目整整四十分钟 那个阿姨怎么一直被沾呢 沾得跟个门神似的 全成谁的小眼睛 没有看老师 什么 当时我就说不懂 当时电视直播 我差点笑出声 你知道吗 那个旁边那个搭档还问我呢 郭正浩 你就说这个脸霜 年轻不年轻 我说轻不轻 我说不知道 但年是真的年 谢谢大家 我是郭正浩 好 谢谢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刚才也听到了吧 我们这个组合可厉害了 上一场演得歇碎 直接就被淘汰了 我们是被复活回来的 本来我俩想的可好了 你说两个人写一份稿子 这总比一个人写省劲吧 结果演完 我一看我去 我说什么都不爱 两个人一起演 原来是因为不好笑啊 说来也巧 本组合虽然刚刚成立 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呀 却像结婚结了40年的老夫妻一样 摩擦不出任何的火花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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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幽默啊 你很精彩 但即便如此的不好笑 我们还是被复活回来了 挺不要脸的 挺不要脸的 其实我们两个不要脸的事没有少干 年轻的时候呢 他辞过职 我待过夜 我们两个都啃过老 所以今天这个不上班行不行 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话聊 对吧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人怎么能为了工作活下去呢 我应该为了梦想活下去 辞职之后没有收入 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 外卖越点越便宜 最开始还点点肉 后来只能点青菜 洗衣粉都不用买那种去油能力强的 因为家里根本没有油 没有收入 卡里那个钱 哎呀 卡里那个都不是余额 那是嫦娥 一个不六神刷就飞走了 消失的那叫一个快 嫦娥一边飞一边还跟我说呢 说你有梦想多点啥 梦想的玩意哪儿没有 我在遥望 月亮纸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但凡有点钱 还能省着花 不至于走投无路 完全没钱花 能走什么路 梅花路 什么玩意儿 而这个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父母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啃老更痛苦 我回家之后啊 都不敢随便让我爸妈倒垃圾 我怕他们倒着倒着突然发现 哎 原来废物是可以扔的 我倒垃圾的时候都特别的心虚 因为我觉得啊 我拎着的那包垃圾他在骂我 他说凭什么 咱俩都是垃圾 凭什么你扔我 我说你这有啥不服的 我有手啊 他说太对了你不光有手你还好闲呢 所以没在家里待多久 我就赶紧又去找了个班上 我也是没想到啊 一个人儿子当酒了 竟然还会想跑回去当孙子 多难啊 当孙子都得跑着当 但凡你曾经挪点力 是不是就不用跑了 你就可以骑上绿园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品质保六年 夜 冷电动车 其实我们在家当废物的时候啊 想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工作确实困难 但困难是人的刚需 没有困难 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你比如说奥运会 四成一百米接力赛 那个激烈 那个刺激 看的人热血沸腾 但如果 它是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还看吗 解说员都没法解说 咋解说 现在第一棒是第二棒 第三次 比赛结束了 四成一米接力赛 那都不用腿快 手快就可以 连我都可以 四成一米接力赛 你想夸选手两句 你都没法夸 你咋夸呀 大家看看这位运动员 他的手法潇洒果断 他训练的方法是什么 哦 是帮助爸妈扔垃圾啊 而这就是我们 辞职在家的感受 每天打开朋友圈 看到别人在那四成一百米 四成四百米 而我天天四成一米 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所以像我俩这个德性的人 就是不上班 也得去干点啥 如果就是为了不上班 而不上班 那我们的态度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 那个经典的片段一样 干什么去啊 登登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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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班啊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行 先动脚 大伙小快啊 跟大家聊聊我的工作 其实我是一个全职爸爸 脱口秀只不过是 我在外边找的一个野工作 全职爸爸这个工作 不上班还真的不行 因为家就是工作单位 7乘24小时工作制 我媳妇说了 你要是不上班 也别在家待着了 咱们单位不养闲人 好在全职爸爸是一个 经常能让人感觉 受到尊重的职业 因为我服务的客户 就是我儿子 这个甲方在提需求的时候 一定要相关乙方 叫爸爸呀 但是啊 爸爸在教子友方这一块呀 确实是存在感太低了 有非常多的爸爸呀 他们因为工作太忙了 就对孩子比较疏远 导致跟孩子关系 不是很亲近 其实有一个动画片 就说的是这件事 说池塘里啊 有群小蝌蚪走丢了 没有一只想去找爸爸 因为他们知道 找了也没有用 爸爸肯定会说 呱呱呱呱 意思是找你妈妈 而且我作为一个全职爸爸呀 经常会感觉 现在好多家长太焦虑了 他们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我就觉得考试呀 及格就行了 现在我们家孩子也上学两年了 我就发现啊 我有点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前两天考完试 跟我说 这次数学考得可是不错 因为只有一道15分的大题没做 所以应该能得95分 成绩发现了以后 我说你这应该是有一道95分的大题没做呀 考这么差吧 答也不合适 我只能寻寻善诱 我就问他 你长大以后想干点什么呀 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当科学家呀 我说那就对了 想当科学家呀 您得好好学习呀 孩子成绩虽然不好啊 但脑子转得真的挺快的 当时就明白了 那我就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吧 我就跟他说 那你长大以后 总得要有一份工作呀 他显然还不明白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问了一个非常失礼的问题 他说 你不是就没有工作吗 我还得给他解释 我怎么没有工作呀 我的工作就是当你爹呀 他一听又明白了 那我长大以后也可以当你爹呀 那时候我才明白啊 为什么男人 在成为爸爸以后 会主动承担这个 赚钱养家的责任 因为这比带孩子容易太多了呀 我都想好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全职爸爸以后 逐渐有了一个 正常人都不会有的念头呀 我想上班 我媳妇知道了以后 非常的生气呀 说什么 你还想跳槽是吗 你可考虑清楚了 爸爸这个职位 原则上轻易是不会换人的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呀 哪还有什么铁饭碗呀 都是能者居之 所以说呀 跳槽呀 一定不要先让你的老板知道 因为他肯定会 软硬坚实地去挽留你 同时 拖拖拖拖去招聘新人 因为我媳妇马上就开始上网 找人全职带孩子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全职带孩子现在有多贵 就这么说啊 我看到那个薪资待遇以后 就感觉 这活我也能接呀 我甚至可以去给别人带孩子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还是有点职场歧视 不要男的 所以我现在军继续做全职爸爸 不是为了别的啊 就是为了挑战一下 女性在教资有方这一块的垄断地位 洗牌行业格局 而且我最想做到的是 就是以后 如果小蝌蚪再走丢了 身后一定会传来四个字 爸爸在这儿 用蝌蚪的话说就是 挂挂挂挂 谢谢大家 我喜欢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 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你不要这么随便地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连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整容前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做手术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一个人做手术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没想到你们俩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打扮是肤浅不打扮是没礼貌许之远不打扮是没礼貌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银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都要变美 她们的变身就是化一套全妆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下葬之前再化吗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美少女战士变身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他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他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只能有汗水 疤痕和重型机关枪留下的弹坑 什么 为什么这么狠呢 莫名其妙 人太好笑了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 是我们自己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 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 这是英文 我说 但这里是中国 但这里面试的是翻译 他说 但里面试的是翻译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 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 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塘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塘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的七秒钟 这一秒钟就第一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摆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摆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加一起 也斗不过我 太沉了 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下暴雨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哭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 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 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老师肯定喜欢这话玩 美头美美的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是唯一一家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讲完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孟恩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就是我在这个小组的位置 其实是很多职场人 最危险的那种处境 就是新人来势汹汹 老人抱团滑水 然后还有一群事不关己的同事 坐在暗处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真的职场太危险了 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都是特别的腐华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hrist 他们那种名字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男女主角齐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这个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就像是Stella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呢 巴巴巴巴巴巴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呀小伙子你怎么称呼呀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nd 可以可以 可以能顶上你 可以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是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更是这样的 哎呦这是我们的项目leader 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undong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而且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赞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呢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 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疤 我当时一天我说 这共同话题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害怕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什么时候拍的 我觉得他应该能量播吧 我们经常会吐槽 自己一些没能力的老板 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 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 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 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 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这不现实 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 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你们知道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 一起在开会 那种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你是超级英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什么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 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而且越是这样的老板 越假装自己爱学习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 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 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 我老板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 唱歌喝酒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 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到他的鼻子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 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 是这个世界上 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 特别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 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班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中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 就这样说 您见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对呀 好笑 好笑 好笑